西伯来书第九章 第一个盟约固然也有行径里的归程 和属于世界的圣殿 因为有支搭好了的账目 前边的账目称为圣所 里面设有灯台、桌子和供饼 在第二层账卖后边 还有一个账目 称为至圣所 里面设有金香坛和周围包金的约柜 柜内有成玛纳的金罐 和亚郎开花的棍杖及约板 柜上有天主荣耀的格鲁宾 遮着赎罪盖 关于这一切 现今不必一一细讲 这一切既如此安置了 司机们就常进前边的账目去行敬礼 至于后边的账目 唯独大司祭一年一次进去 常带上血 去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过犯奉献 圣神借此指明 即使前边的账目还存在 到天上圣殿的道路 就还没有打开 以上所述是现今时期的预表 表示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 不能使行敬礼的人 在良心上得到成全 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外表礼节的规程 只着重食品 饮料和各样的洗礼 立定为等待改良的时期 可是基督一到 就做了未来红恩的大司祭 他经过了那更大更齐全的 不是人手所造 不属于受造世界的账目 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 而是带着自己的血 一次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上的圣殿 获得了永远的救赎 假如公山羊和牛犊的血 以及母牛的灰烬 撒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 可净化他们得到肉身的洁净 何况基督的血呢 他借着永生的神 已把自己毫无瑕疵地奉献于天主 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 除去死亡的行为 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以他的死亡补熟了 在先前的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 好叫那些蒙照的人 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 凡是遗嘱 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 因为有了死亡 遗嘱才能生效 几时立遗嘱者还活着 总不得生效 因此连先前的盟约也得用血开创 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 就用猪红线和牛西草 沾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 洒在约书和全民众身上 说 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 连账目和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皿 他也照样洒上了血 并且按照法律 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没有流血 就没有赦免 那么 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 还必须这样洁净 而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更需要用比这些更高贵的牺牲 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 为实体模型的圣殿 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 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 为我们转求 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 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 进入圣殿一样 否则 从创世以来 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 可是现今 在今世的末期 只出现了一次 以自己做牺牲 除灭了罪过 就如规定 人只死一次 这以后就是审判 同样 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 为除免大众的罪过 将来 他要再次显现 与罪过无关 而是要向那些 期待他的人 施行救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